我靠这盘不会来我的了吧 有可能啊 我早不会踢地要打 不会踢地要打那谁吧 大海里吧 来我阿主 看看啊 你先出去一下 讲道理啊 这张图如果 牛地不开放 它也跌一筹也可以吧 如果彩色这个B 它不知道该怎么玩 这张图 牛地打DH 没那么好打的 如果不开放的话 前期练的没有暗夜快 暗夜一大把公用兵练了 牛地就不好玩了 因为中间 暗夜前期一大把公用兵练了 它也有3DH 中间两个商店 牛地没法跟暗夜抢 中间两个商店全是暗夜的 如果牛地和暗夜对链的话 它应该用那个 我等 它不会用DH 哈提不是为了节目效果 故意要说兄弟 每次他妈哈提一说 就有人冒起来 但哈提故意要说 这又很搞笑啊 别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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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看下什么英雄啊 好 罗雷特的瓦登 我觉得瓦登不好赢 我看哈提已经 他打瓦登已经 他上次打你的时候 已经变了打法了 是吗 你不觉得你上次瓦登不沾边吗 我上次不是开局自己就炸了吗 他还是练三的呀 不是不是不是 但是你中期打回来了呀 是吗 我都不记得了 是吧 我都好像 我都不记得了 他已经编了打法了 我的瓦登已经太久没用了 我都不记得了 讲究 好吧 他的 他的 他已经是 不是那种只出五条狗的那种 开局了 是呀吗 我真不记得了 不太好 还是用DH吧 DH 行吧 DH吧 B 他开放好像开的不咋地啊 开局不开放的 尤其是他打到这种决胜局 他不可能开放的 他都是打到那什么大比分领先的时候 他随便开放玩一盘 你能够了吗 打到决胜局肯定不会开放的 DH可以 哇 意思是现在一切又回到了以前 这个图D 得看UD前期怎么打 UD如果让前期让暗夜练了雇佣兵 纳姆 二发那加出来 中间两个商店全是暗夜 哇靠 意思是现在全都DH了 这些人就打你用DH 打1-2-0就不用 哇 体打我也用DH 然后被掉进来推 没有啊 我天地被莱夫各路叫嘴 哈哈 郭子祥 郭子祥还真是啊 就是你不开矿跟暗夜打 真的很难打 肯定得开矿啊 三矿跟莱夫打 肯定就是不如你开 那肯定得开矿啊 我靠啊 你不能闭着眼开矿啊 那你就纯纯队来服了 你打蝶弹也怎么办 哎 你看见蝶蝶在开矿不行吗 真是 不行不行不行 这啥不行 首先你如果看到DH是在开矿的话 你得付出一个探路农民的代价 去探他就不行 你得多再捕个农民 对不对 然后呢 这场去面吧 你前期的资源就很难受了 哇靠 还有这说吧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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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开开就末日别人 DH可以开矿 他来这里找那个小精灵 但是别人不在 别人不挂这里 这盘Loleta是直接练农兵 好难受 对 直接练三可以 牛皮 但是他为啥不出第二个AD在练啊 你出了第二个AD再练不好吗兄弟 你这里就一个AD练 你不觉得有点难受吗 Loleta的打法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这张地图的 这张地图前期DH 你让他练得这么顺 我跟你说 努力真的不好玩 是不好玩啊 但是 因为你前期让他把孤兵一买 三级DH 你中间两个商店 你就只能做错投物作业 不然你前期把商店练了 咋练了 现在已经不好练了 练不了呀 现在练不了 前期练商店 他收益很低了 他打了那个大宝 就努力前期来讲没什么用 有个宝 好 腰带可以 不保抉 碟水是有用的 DK三级了 碟水也三级了 哇 舒服 好像到得了吗 到得了吗 二一出吧 我刚好到 行了 接下来看HAPPY怎么打了 接下来UD会陷入一个很被动的 对 现在只能 现在撞见DNS就只能跑 撞见DNS就只能跑 你只能想办法躲着他 然后还得干点事 你不可能挂机 对吧 躲着他 把蝶子还掉了个怪象 这个怪象很厉害 偷点什么 哪有这DK看到我怪相机 吓尿了 哎呦不靠大哥饶会我 赶快跑 这个怪象可以扛伤害列集的 不是说这盘蝶子可以奔着自己去 这英雄四阶很厉害 是的 直接买那家 把中间商店勾出来好吧 买双鞋之前 买双鞋之前 Lolet还是一个种子 这个时候如果是其他暗夜 可能就买头环了吧 怎么可能有人买头环啊 不是你说买 肯定有好多暗夜会买头环啊 打UD怎么可能这种时间 你也是三级了 是不是有人买头环啊 所有人都有你和Lolet的理解的 怎么可能买头环这种时间 哎呦这就是我说的这种节奏 EB特别被动 是的 因为因为你先接上来 你的点 上门门口这两个大点 他买了个头环 现在这一局真的不要买头环 我觉得他这一局等我保护意书 我觉得保护的素材已经够了 对我觉得保护意书 不应该买这个头环的 你一会还不还得买 在足球无敌 对啊 你保护要意书了 你买那么多东西干嘛 真不用买那么多 完了完了 这UD雪崩了 这出来干嘛 被别人凑了两下 那没办法呀 现在就是三级点击 这个时间就是抢了 所以说这UD前期打的有问题 UD不能这么晚 好了这里又练一个点击 真的要输了 这一局真的好优势兄弟们 所以他跟DK同时倒三 一般来说是暗夜优势 因为暗夜 这段时间也会比较强势 难平败了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UD不能这么晚 哎呀 UD让暗夜 主要是这个图 你不能让暗夜 这么疏忽地变三 因为这个图 中间两个点 强势提暗夜能收了 UD跑半了 如果那种,比如中间暗夜没法强点的那种图,你可以跟暗夜对练三级。 这种图,不可能暗夜。 这里,Lolit要练。。。 打成这种局,Lolit还是很厉害的,因为他的练机节奏是暗夜比较好的, 不过第一盘有点滑,他练得一般比其他暗夜快。 好,围杀,围住了,可以。 他为什么买了两双鞋? 什么情况? 还有这么玩的? 还有这么玩的,牛逼。 他的力量加6不给点取的,你发现没? 他给娜加的,他怕娜加是死的。 他点错了吧? 不小心手点了一架S在上面里。 有人说一只脚穿一只,兄弟。 人家是娜加一只,点取一只好吧。 拿两双鞋,牛逼。 那力量加6给娜加,可以。 如果对面。 那我建议啊,那你力量加6给娜加,那你还不。 把那个手套和爪子都给娜加。 对,把输出装都给娜加。 可以,娜加3几等结成理想这一波。 对,把爪子也给娜加。 等熊一出来,这边。 哈皮卡不过啊? 抽卡,抽卡,好。 反母,想围。 诶诶诶,被小猪卡了,被野猪卡了。 我围住了,感觉哈皮会亏呢。 还好还好,这一波。 可以反打了,别跑了,没蓝了。 对,反打了。 别跑了,没蓝了,好,反打。 还好没围DX,围DX肯定是他。 别跑,现在UG打不过你。 那他有电的,可以白条狗。 诶,干早了,干早了,干早了。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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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这边吃那本群补吧。 好,UG车板可以。 哇,这一波可以。 又干DX。 诶,球不能啪,什么情况? 他本来还没研究好了呀。 都这个时间段了,还没研究好, 这我是没想到的,好吧。 买了小计划。 买了小计划。 真的不用给大家买小计划, 我就不让给他买。 怎么玩现在缺钱? 没必要买。 又不是钱多。 练呀。 他想去抓别人练黑胖子。 右边的黑胖子已经练掉了, 所以他不想跟UG队练。 他想抓别人练黑胖子。 可以可以,没问题。 因为UG队上一波把所有蓝都用光了。 好,现在熊能啪了吗? 熊可以啪了。 但是这边熊没有新的熊过来, 他有点缺钱。 买进化买这乱七八东西干嘛, 这波有可能打不过。 他卡人口了, 这边熊,这边熊带又击火一个套了冰甲的大蓝。 套了冰甲的熊,别打了。 四叔别打了,熊带干嘛。 完了,这波看。 这波操作,这波操作被爆了。 这波操作被爆了。 是的。 本来,这波他有五十人口的。 老是花一些莫名其妙的钱, 搞笑的啊,兄弟。 是的。 买两双鞋,我不知道这是鞋有啥用。 现在有义工,48人口。 但是这里, 这里为什么不去强练左边啊? 说暗夜都... 他... 不是,暗夜来两个新的熊, 他立马就练不了, 他也不知道。 那我觉得应该也拿完那个点。 他不知道右边被练完了。 我去学亏, HAPPY过来看了也大得没了, 我靠。 这波... 你都把别人打倒了, 无论如何也应该练... 左边的... 冲上去练左边的点。 吹风棒! 这边抓过去了呀。 除非你这边的黑胖子没了, 你才... 可能你要去考虑练... 逛地图啦。 是的。 他去逛街了。 这波练技要被别人去抓了。 这波练技要被别人去抓了。 练黑胖子。 这里要被抓。 被抓要DT。 哎,加持二爪很好。 别怕,上去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宝窝, 让UD提高了两层胜存。 哎,他们都不上次。 哎, 我是说, 这波怎么不过去找UD打呢? 可以把UD打DT的,我感觉。 我觉得打不了DT, 因为UD打的是12爪。 是吗?12爪这么过分吗? 就是... 刚才不是UD上波吗? 他可以直接轮DH的。 你们就保存我一身, 这盘DH没单转。 有可能。 把你DH没血了, 你就打不过了。 那打到现在... 变成队链了。 两边复扫技术的点, DH带链的道路。 DH能到我的人最挂机了。 哎, 这局I也可以输山岭。 还可以转DH, 但是他木头有点少。 我靠, 那不能输山岭, 开矿了呀。 那DH转出来, 老子又打不过了。 那就只能山岭了呀。 山岭也没有, 你开矿打三岭, 你也打不过UD啊。 那你不能开矿吧, 你开矿不会刚好被UD一波吗? 那是打败啊, 到了BW。 完了完了完了。 在台要憋聚酒了吧, 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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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酒。 哈哈。 变成五级了。 我觉得本来这种, 这个局啊, 是暗夜稍微六四台, 那打了架, 就表达我冲, 觉得UD已经没有了。 是吗? 加12转,加12转。 加12转。 憋起来了,兄弟们, 憋起来了。 哎, 暗夜被拆了BH, 不用再造BH了吗? 不用了。 如果你不胜工房的话, 他现在一公零房, 感觉还是得升一下吧, 还是得造一个吧。 我靠, 看到灯一下, 知道转女腰了。 那现在看他怎么应对啊? 我觉得BH有五级的局啊, 三框对BH暗夜有机会赢。 看他怎么应对啊? 五级太厉害了。 他要出三岭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盘三框, 真的无害。 出三岭了? 哎, 你说这局, 这种局暗夜就直接狂暴小鹿? 三岭也别说, 不知道行不行? 黄暴小鹿不带警吧? 黄暴小鹿别人干你英雄, 你咋子? 哎, 那也是啊。 本来就是, 你出三岭家小鹿, 本来别人也只能干你英雄。 保存。 但是你有三岭, 你可以让UD的输出浪费在你三岭是这样。 挂起来了, 又造了个别去。 好了呀, 老别经, 两个老别经开始憋了啊。 哎, 来了一个脚鹰。 小鹿呢? 小鹿出不来啊。 这种局, 老蕾特可太喜欢了。 老蕾特一看, 哎, 我就喜欢你给我憋。 王子现在只有一个盒子, 很难受, 这DH, 彼此现在, 这种局, 嗯。 小鹿带下来, 为什么不去, 他可以玩这个。 他有三个盒子, 他禁得起DH一直冲吗? 这可是5级DH啊。 对啊, 破人口了, 破这么早。 现在我跟你说, 越出来越亏。 老蕾特老开心了, 哎呦, 憋, 我就要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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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憋起来。 你三级DH你还能消耗一下, 但是5级DH, 你跟余地根本合着好不起。 哎, 看到冰量了, 这个时候Happy直接把人口取消了怎么样? 老蕾特根本就不上大树片, 他有脚印看着你, 我不上大树片的。 哦, 他脚印在哪儿呢? 在上面呢? 在树林上面。 哎呦, 这老Happy俱烦, 好吧。 这么憋下去, 我觉得Happy要输了。 我也觉得Happy, 老蕾特的人口太早了。 老蕾特拖得有点早, 老蕾特不需要。 而且Happy没有瘟疫角的车这个东西。 是的, 他没。 打到残局根本就耗不过安逸。 还要空头? 可以吗? 可以,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谁空头? 老蕾特拖啊? 有必要空头吗? 啊, 投一下也不会亏, 投不亏的,投不亏的。 他有脚印看着你, 他看到余地的建筑是一个完全疯死的状态, 所以考虑了空头。 我觉得封不封死, 没封死, 封不封死, 区别不大吧。 但是他, 我下去不会被站进去了吧, 女妖有大十几了。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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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快啊 好了 暗夜77人口了 暗夜几头熊呀 三头熊 一定要买两个保存 你被占据一头可以 你保存 另外两个保存走就行了 但DH的宝物都很有用 一会儿UD进攻暗夜加的时候 暗夜其实可以把鞋子卖了 把DH身上的鞋子卖了 买保存 对 这个图的话 打到后期没有绞路车 你怎么打 怎么打对面后排啊 对吧 对 好 那家买单船了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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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截了 被截了 买保存过来救 哎 好像那力气没跟上 这边TP了 TP了TP了 我靠那边空头了 你没看见吗 保存 TP 装 死了吗 围主熊 现在被NC死熊 可能未必是件坏事 对啊 因为你的熊已经没用了 你两个保存 你的熊 那个熊会被占据 是的 因为现在只有两个保存 另外一头熊你救不了 你的两个保存就是这两头熊 没问题好吗 一个TP 哎 不过这波也没赚 没赚东西 杀了一个农民 然后自己死那头熊 飞艇也没了 IP要发动最终一波了 IP来一波了 有TP吗 他还会买TP吗 应该还是要买吧 又买了吗 TP 还可以两攻一防 这边 劳赖特一攻两防 人口是一样的 但是部队的配比 我觉得是劳赖特的部队配比更好 但是你打到残局 别人背靠这么多情绪 优地 好不过呀 劳赖特为什么要出脚音 这种局脚音不是搞笑的吗 他在脚音了吗 对呀 本来那个没东西打的 是不是 脚音上去打的位置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他觉得两个金龙 三个金龙够了 然后 他现在人口很尴尬 他不可能输 他输了两个脚音啊 输小鹿啊 哇 这一波怎么打了 赖特上来就没来了 金龙变弹 他给狗上绿帽子 给狗上绿帽子 蓝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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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不了 这马上就有 马上就没有水喝的兄弟 马上满水要回来 但是你没有蓝 你盖英雄熊其实没什么危险 我觉得已经 我觉得已经 对 我觉得已经很难打了 才比 那么TT吧 赶紧TT 目前来讲还没亏 但是打下去肯定会亏 蓝太多又去喝水了 金龙龙又可以变战了 小鹿动一动 小鹿动一动 什么 被占据了 这头球 被占据了一头球 但是连取状态太好了 现在IPPP把你人口领先 你占据这头球 你赚的 走吧 你 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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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有用的就是三岭的路 不走 不走 还要打 这么高吗 你还别说 好吧 现在安逸输出不大购 大家 大家也没放电 电 还行 好吧 这波 这波 耗了个无敌 对 这波打到 一个群补 耗了个无敌 哎 没杀三岭 哎呀 没杀三岭 这没杀三岭得杀一辈子 这波打了 然后打了个五五开 打了个五五开 但是这个五五开 我觉得比较难接住 他的盒子全都没蓝了 怎么办 这种局 大家能不能再摆个足球 不要开兵剑了 你行不行啊 可以 可以 现在现在需要的输出比 而且 我觉得金龙也 我觉得金龙也不厉害 我觉得金龙就一跌出了 对 我觉得金龙不厉害 因为 460 因为对面没什么东西需要你垫了 主炮 也要踩干了 然后那野外干也多 三个盒子 在野外打的话 在野打的话 其实是王林好打 然后喝不了水了 感觉这波还要打20分钟呢 20分钟 不会吧 王林怎么说 看王林怎么打吧 打一波还是开矿 UD 盒子没有蓝 他 英雄也蓝也不够 应该是转时间内不会极清楚 他如果打一波的话 应该打不了20分钟 他如果开矿子呢 还能打很久 哎呀 要爬矿嘛 肯定要爬矿呀 爬矿那 把其他的处也跟着一起爬吧 对啊 跟着一起爬 你不 因为你 你这个时候 就是一波的事儿 感觉也不需要后面的兵了 再出个角落吧 之后这跟大家有点危险 哎 之后 但是爱夜战分矿是有那个的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爱夜战分矿 对 他容易死英雄 这个你保存 没水的 最后一波 这波其实把TP也可以卖了 是的 因为王林 这种局如果TP回去 下一波爱夜补满了出来 其实王林是特别难打的 这波爱夜可以拉起来就能爆 哎 我觉得这种局应该把 再把力量加6给DH了 因为 UD不太可能能瞄点大家 嗯 不好说 这个位置比较开阔啊 我的感觉 不像是刚才 不太好秒 看一下 这里 80打80 下边 这个话我觉得不关系 以勾带手 这个是一边进勾 以勾带手 不是 他进攻 站在这里就不好 如果如果你在矿道家很远 别人可能分泌去插你矿呢 哦 这个意思 对 他到脸上就行了 你算是一个 他不是把那个独球 不对不对 他把独球给大家了 哦 也行吧 哎 没粉 哎呀 没粉 没粉 别说得UD发现了 UD发现安页没粉 那就可以 那个啥 哎哎哎哎 保存 盘去盘不住 盘去 保存 可以加一口 可以加 可以加一口 哎 哇 这个球很关键啊 对 这个球太关键了 加了一口 我打呀 老雷腾 再把板打这边 小金兵上来报 小金兵报 报 报 DK 报 DK 冲了一下 DK 冲他 直接看无敌 看他是不是略微有点讨算 有点激动了 没事没事 小金兵的位置很不错 他这边报 立即也没买了 阵型很好 安页 哇操 他还没打过了 他没有绿帽子 冲季就扛不住了 还没打不过了 打不过了 安页阵型很完美 这迪也需要小心 你没有把没道具 现在安页如果有粉就赢了 可惜安页没粉 迪也需要小心 没钱买粉 DK 换电 哇操 冲帽子就买了 保存 对 冲的压力好大 冲的压力太大了 这边 已经输出已经顾不上输出了 这里 看来个蓝 冲存 保存 保存 哇没啥子 还是雪崩 点几回家喝水 他就基本上崩了这里 哇 秒大家能不能秒 哎 杀不死没蓝了 现在点 怎么都没看到四个蜘蛛呀 他是钻地的 自由地 买地自由地出来了 小鹿别人小鹿打人 买地自由地出来了 在前面扛着呢 还比58蓝 不够4E8的 瞄不太大 蝶子王者归来 哎哟这个 蝶来了蝶来了 买个粉 快去买个粉 蝶子蝶 有钱了有钱了 买个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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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就给给了 老者归来 买把粉 好 买粉回去杀蜘蛛 哇 赢了 别追了 把蜘蛛宰了 兄弟啊 哎 小鹿姐 那家 那家有危险的啊 DH是没危险 那家有危险的 哎 UD舒服跟不上 UD 现在只有两个蜘蛛了 这蜘蛛哎 他干嘛呢 他一直追啊 回去杀着 他那蜘蛛不好吗 就是把三个蜘蛛 把三个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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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头了 上头了 又连续都容易上头 兄弟们 上头了 上头了 有点上头了 没事没事没事 这种局已经 已经 已经非常好打了 他现在没发现 王林的分框 王林的分框 还是个伏笔啊 对的 但是只要一发现 王林的分框 就是送的 因为王林的分框 没有任何的保护 是的 而且现在王林没有状态 他需要补特别久 买了两个蜘蛛 王林的机会 就是杀英雄 杀一个大家 就是杀英雄 就一定得杀英雄 只能杀英雄 但是 连续没有无敌的 历史要不开 现在就先吃一个蜘蛛吧 现在连续 连续大家 不喝水了 也就一发挠啊 那就是关键 那一下NP 关键时候试一下 但是 如果别人限制 魔法限制的好的话 你历史根本就可能没蓝吃 现在看一下人口 64打69 但是这一波 这一波暗夜 从后面包过来的 连续没有无敌是个伏笔啊 你不满无敌的吗 兄弟 呃 感觉 呃 这你不满无敌吗 得满个无敌吧 你就这一波可没熊了 诶 都忘了一下DH 那家的位置很一般 那家那家 也许可以保存 好拉走了 他有熊过来 来了新的熊吗 你又比这两个熊太短 可以 不过DK还是有一发C的蓝 连续还有皮肤的 又吃了 又被 又被吸了一下 连续上不去 连续吃了一个什么东西 连续有多话呢 吃了吃了 他有 NC 连续 咱们 在那家 DH可以保存 吃皮肤 带一手 再冲一下DK 回来冲DK 拿了新的熊 下车了 哪输了兄弟们 我靠 这个熊 是自身的关键 太关键了 哎 不能被吸了两个 吸一个可以 不能被吸了两个 不能被吸了两个 UD也没有NC了 第二个吸到没 第二个没吸到 好像连续保存 目前Lowit人口还没掉过 全是死了 死了三里 死了三里 没事没事 现在连续吃个血瓶过来了 小鹿现在要适当的往后拉一下 连续 杀力学 连续你死了 没救了 连续没有WB 要死了 看他 抽一下 连续 一刀 小鹿撞 变身 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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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牛逼 不让连续 还比 结果 有点精彩了 是的 老嘞的操作 老嘞的操作 并没有掉线 对 老嘞的操作 突然硬起来了 牛逼 突然硬起来了 老嘞的 太比打滴滴了 兄弟们 现在是老嘞的打15倍 对吧 后期 老嘞的 英雄 英雄走位啊 保存啊 怎么操作 几乎都做的 没有没有给 到后面 只能干英雄 没什么办 对 没有给到 就是没有给到你机会 好吧老嘞的 没有给到 Happy机会 今天感觉 他的操作 怎么突然硬起来了呢 突然硬起来了 老嘞的 可以啊 只能说 只能说 我觉得 这盘跟操作 没什么关系 主要是打法的问题 这种局优励 确实很难打 前期就最大练习了 但是 Happy中期 通过操作 搬回来了 这盘你要说操作吧 Happy的操作 九分吧 九分 Happy这个人 他的操作 永远不会是 他的突破口 就是他输的局 跟他的操作 完全没有关系 他的操作 其实是有九分了吧 九分到十分 但是 他前期就炸了 前期节奏就被爆了 是的 如果老嘞 早点买粉的话 可能会打得 可能会打得更好 如果 老嘞他保护太多了 他都没格子买粉了 他每一个保护都不想卖 其实可以卖个 加六爪子的 是啊 是啊 没 难道 吗 咱 不 不 不 手 不 不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